欢迎上机动学 我是授课老师 台北科技大学陈振光 这个单元要跟各位同学说明的是 图轮廓设计绘制跟设计的实物考量 这里面我们会跟各位介绍 如何依据虫洞见的运动曲线 绘制出所需要的图轮轮廓 图轮轮廓绘制完之后 我们需要检查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包括图轮廓的压力角 图轮廓的曲率半径 最后我们再谈 我们在实物设计上面的一些考量 首先我们先谈图轮廓的绘制 图轮廓的绘制 基本上有两个方式 一种是图解法 一种是解析法 由于我们这个课程规划的关系 我们并没有把解析法放在这里 要跟同学介绍 那这个地方主要要介绍的是图解法 那图解法绘制图轮廓 基本上是依据虫洞见的位于曲线 然后利用运动导致的方法 去把所需要的图轮轮廓给绘制出来 这个图解法是假设我们所需要的 虫洞见的运动规划 也就是它的位于曲线已经知道 那已经知道以后 对应于突轮所转的 一圈三百六十度 每一个角度所对应的虫洞见的位量 都已经知道 然后在给予这个机缘尺寸的大小 还有突轮转动的方向 都已经知道的条件下 那当然其他如果是滚指式虫洞见 或是其他的这个摆动式的等等 有其他条件要给予 那基本上这些都给予之后 那我们利用运动导致的方法 去把图轮轮给绘制出来 所以我们首先 先知道 那这个图解法绘制 这个图轮轮 它的精确度会取决于 你取的点数有多少 也就是取决于 你运动导致所取的位置的数目 有多少而定 那你取的数目越多 当然画出来的图轮轮会越精确 那这也是图解法的缺点 因为做图总是会有误差 所以如果你是比较精密的传动的话 那这时候你的图轮轮 当然是不能用图解法来绘制 要用解析法 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的 这个图解法 基本上我们都取12点来绘制 也就是取 虫洞轮运动导致12个位置来绘制 首先我们看镜像型滚指式平移虫洞轮 那假设我们给予基元的尺寸 滚指的尺寸 还有图轮的转动方向 那我们要把所需要的图轮轮廓 绘制出来 那假设这个虫洞见的位置曲线都知道 也就是对应于 图轮轮动的θ角度 那它的位置量都已经知道了 所以我们根据所给予的基元的尺寸 还有滚指的尺寸 我们就可以把主元先画出来 那主元的原心就是我们要的 图轮的转动中心 那假设这个镜像型滚指式平移虫洞见 它是在垂直方向 这个做来回的往复平移运动 那现在它的滚指的中心 在最低点 也就是图示上面所看到的 我们标示这个位置的这一点 那我们在虫洞见的运动轴线 我们去依据这个对应的标示 所需要的位移量 我们把它标示出来 也就是我们取十二点 所以对应的十二个位移量 我们分别用一'、二'、三'到十二'去把它标示出来 那这个凸轮是顺时针转 所以我们把主元逆时针从 从动箭的最低的位置 我们逆时针取十二等份 画出这十二条镜像线 分别用一、二、三、四、五到十二表示 然后我们用运动导致的观念 也就是说这时候凸轮固定不动 我们让从动箭逆时针转 那我们需要知道就是这时候对应于每一个位置 这个从动箭的滚指的中心应该在什么位置 所以我们以主元的圆心也就是凸轮的转动中心O点为圆心 然后到1'的距离为半径 我们画一个圆弧线 跟代表第一个位置的镜像线相交的点 我们可以得到1'这一点 依照这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得到2'、3'、4'等等 那这个是代表我们做运动导致的时候 从动箭的滚指所在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1'、2'、3'这些位置 我们画代表滚指的这个圆出来 那这地方并没有把整个圆画出来 我们画半圆就可以 得到这些圆以后 我们用曲线条或是曲线板 画出一条平滑的曲线 同时去切代表重动箭滚指的这12个位置 这条平滑的曲线 那这一条平滑曲线就是凸轮的轮廓 那这边需要注意的 这个凸轮轮廓的这条曲线 跟滚指只能相切余一点 而不是相交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图上面代表重动箭的12个位置的这个滚指 其实是相同一个圆 只不过它在不同的位置 所以在数学上这个我们称它是一个圆竹 那如果用解析法 那解析法里面的一个方法就是 求这些圆竹的包落线 那利用包落线原理去求出这一条代表凸轮轮廓的包落线出来 那由于我们没有规划要讲解析法 但是从这个图上面 我们顺便跟各位同学说明解析法里面所用到的包落线原理 它的概念其实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也提醒各位同学 我们在画这一条凸轮轮廓的时候 只能跟这些代表滚指的圆相切 而不能相交 下面这个是偏位型滚指式的平移虫洞键 所以一样给予基缘的尺寸 滚指的尺寸 凸轮转动的方向 那另外还给予虫洞键的偏位量 那给予基缘的尺寸跟滚指的尺寸 我们就可以画出组圆出来 那给予虫洞键的偏位量 我们可以画出一个偏位圆 那偏位圆 我们假设这个凸轮是顺时针转 那这时候为了深层的时候 压力角要降低 所以它的偏位应该在左边 所以我们假设这个重动键是在垂直方向 来回做往复的直线运动 所以把它的运动轴线跟这个偏位圆 画垂直的这个方向的这个切线 那在组圆上面 这个垂直切线跟组圆相交的那一点 代表这个重动键的滚指的圆心 在它最低的位置 好 我们有了这偏位圆以后 由于凸轮是顺时针转 所以我们从运动轴线跟偏位圆相切的这一点 开始逆时针等分取12点出来 就像图上面所标示的12345到12 然后依序在1234这些点 做这个偏位圆的切线 再来我们在运动轴线上面一样 取12点对应的它的位移量 分别用1'2'3'到11'12' 那有了这些以后 我们从O点为圆心 O到1'2'3'等等 为半径画圆弧 跟所对应的刚刚的这个垂直 偏位圆的这条切线 那相交的点 我们就可以得到1'2'3'4'等等 那这些是代表滚指所在的位置的圆心 所以我们从1'2'3'3'到12''这些点 为圆心画代表滚指的圆 那我们当然在这里 只需要画出半个圆就可以 那得到这些圆之后 我们再绘制出一条平滑的曲线 就是切代表这些滚指的圆 那就得到我们这个突轮轮廓 下面是滚指式的摆动重动键 那一样给予基圆滚指的尺寸 还有给突轮转动中心到输轴的距离 那另外再给予这个重动键 这个摇致的长度 这个R 还有突轮的转动的方向 所以给了这个基圆跟滚指的尺寸 一样我们可以画出组圆出来 那由于给了突轮转动中心到输轴的距离 所以重动键的输轴我们就可以定出来 定了输轴以后 我们以O点为圆心 画这个输轴圆 那现在利用运动导致 所以我们相同的逆时针等份取十二等份 代表在这个重动键这个输轴 它的位置 我们分别用一二三四五六到十二来表示 那给予这个摇臂的长度 所以我们在地零的位置这个地方 我们画出一个圆弧 半径是R的圆弧 那跟这个组圆相交这一点代表 重动键在最低位置的时候滚指的圆心所在 然后根据十二个位置 它应该摆动的角度 我们标示出一'二'三'到十二' 好 然后再来像这个图上面 我们所画的一个虚线 二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在二这个点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输轴做运动导致输轴该处于的位置 从这里我们以半径R画一个圆弧 再来以O点为圆心 O到二'的距离为半径 画一个圆弧 那这两个圆弧相交的点 就是二'点 就是二'点 所以依照这个方式 我们得到三'点 四'点 到十一'点 那十二'点 就当然就是圆点 所以我们得到这些圆以后 一样我们找出一条平滑的曲线 同时跟这些代表滚指的圆相接 我们就可以得到秃轮轴 再来是平移式的这个平移虫洞见 相同的我们给予机缘的尺寸 突轮的转动方向 那我们就可以先画出这个机缘出来 那我们假设这个虫洞见是在垂直方向 做来回往复的直线平移 所以我们把这个虫洞见 它相对应的位量 在它的运动轴线上面 分别标示 一'二'三'到十一'十二' 然后突轮是顺时针转 所以我们把机缘做十二等分 逆时针取十二等分 分别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到十二来标示 画出它的镜像线 那再来以欧点为圆心 到1'2'等等为这个半径 画圆弧 分别跟所对应的 1234这些镜像线 相交于1'2'3'4'这些点 然后这些点我们再从1'2'这些点 做对应的镜像线的垂线 那就像图上面所标示的 这个红色的这些垂线 再来我们就利用曲线板或曲线条 画出一条平滑的曲线 同时代表这些平面式 虫洞件的这些线 红线去跟它相切 那相切的点请注意 并不是在镜像线跟红色线的焦点 这些所谓的1'2'3' 这些点那个地方 相切的点不见得会在那里 只有这个凸轮推这个虫洞件 虫洞件在停留的时候 如果它停留的时候 它是一个圆弧的曲线 所以相切的点当然就会在 这些 这些镜像线跟它的焦点这个地方 那否则其他的相切的点 会落在这个跟镜像线相交的点之外的地方 所以这些请特别注意 那这个凸轮轮廓曲线不能跟这些代表平面式 虫洞件的这一条红色的线相交 只能相切 这是特别要注意的 下面这个是平面式的摆动虫洞件 相同的给予基缘的尺寸 凸轮转动中心到疏轴的距离 还有凸轮的转动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先画出基缘的尺寸出来 那给予凸轮转动中心到疏轴的距离 我们就可以定出书轴的位置 然后画出一个书轴圆 那我们从书轴这边取它跟这个基缘相切的 这一点就像图上面所画的 这个是半径为R 我们画一个圆弧 把它对应的十二个位置摆动的角度 我们给标示出来 就分别用1'2'3'到11'12'标示出来 那从这图上面可以看到 虫洞件跟这个基缘相切的这个面 并没有通过书轴 所以跟书轴有一个距离 那这个距离如果叫R 我们画一个半径为R的圆弧 好 那也就是说 接触的这个面 是跟半径为R的这个圆弧是相切 好 图轮是顺时针转 所以我们把基缘逆时针等分取十二个等分 就从书轴这个地方开始取十二个等分 分别用1'2'3'4'到12'来表示 然后分别划出镜像线出来 所以 譬如说我们现在看 代表虫洞件 运动导致的第三个位置 那3这里 我们就划出这个半径为R这个 这个小圆出来 然后从3这一点以半径为R 画一个圆弧出来 再从这个基缘的圆心 O点到3'的这个距离 我们画一个圆弧 那这两个圆弧相交于3'这一点 然后从3'这一点做 在3这一点的一个小圆做切线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一条 代表接触面的这一条红色的线 所以我们依照这个方法 得出所有的接触面的这一条直线以后 我们去找到一条平滑的曲线 同时切代表这12个位置 这个红色的接触面的线 我们就可以得到凸轮的轮廓 那再提醒一次 这个凸轮轮廓 只能跟代表接触面的 这个红色的线相切于一点 而不能相交 我们这个小单元 跟各位介绍 如何以图结法 废制凸轮轮曲线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